好,我们下面接着来看第二段 第二段先说 同时也是靠亚洲人发达起来的 这个on Asian明显是跟第一段末尾 那thrive on anarchy是连在一块说的 它有一个语境 那么上一段是米德说的话 那么第二段开头是作者 本文作者的补充 他说不光靠这种混乱状态 也离不开亚洲人 写全了是为also thrive on Asians 我们同样也是靠亚洲人发达起来的 对吧 后面就进一步说了 他说 already orientals and Asian Americans constitute the majority of the engineering staffs at many valley firms 他说 目前已经是这样了 already放在聚首是一个强调 说是东亚人还有亚裔的美国人 已经构成了硅谷工程技术人员中的大多数了 这个构成形成组成 用的是书面语constitute 大家回忆 我们在三册的十三个就讲过 构成表达非常丰富 这几个是比较常见的 我们大声跟老师读一遍 constitute make up compose comprise 组成构成形成 你比如说 100 members constitute 或者make up or compose or comprise the committee 100个会员组成了这个委员会 在这儿李老师很谨慎 注意这个100阿拉伯数字一般不放在聚首 阿拉伯数字可以放在聚中 在聚首最好用单词拼开 拼开来 one hander拼开来好一些 那么如果表示这个委员会是有100个会员构成的呢 那用被动就好了嘛 但是有一个词要注意 comprise 主动被动 这个comprise这个词一般是不用被动的 为什么 comprise这个词两个方向 它既可以表示构成了 又可以表示有什么什么构成 我们看看可以怎么说啊 这表达可以用comprise 不用变方向 还是comprise 表示有什么什么构成 make up的用被动 叫be made up of 有什么什么构成 但注意不用by compose用被动 叫be composed 同样不加by 叫of 这个constitute 这个词用被动不太常见 怎么个换成另外一个固定搭配 叫consist of consist of 表示有什么什么构成 这个新概念三册见过 对吧 那么我们说这个委员会由100个会员构成 倒过来说 the committee comprises 第三人单数 加一次了 或者is made up of 或者is composed of 或者consists of one hundred members 放在其中 可以用这个阿拉伯数字 这是组成了 和有什么什么组成 本文中是组成了 工程继续人员的大多数 都是亚裔人 亚洲人 这个 当然我要注意说一下 本文中前面用那个oriental要注意了 这个oriental这个词呢 如果表示亚洲人 尤其东亚人呢 它有一点不尊敬的这个背道 有一点不尊敬的语气 所以咱们别轻易使用 但是呢 我们在这是没有办法了 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出现了Asian Americans 如果它前面有Asians and Asian Americans 这就重复了 它为了避免重复 才不得已换了这个 一个orientals 咱们一般还是称为Asian 或者直接称国籍 什么Japanese Korean Chinese 这个好一些 本文中是被替换 那么工程继续人员中的大多数 大多数很熟悉嘛 叫做majority 少数呢 可以用minority 大家很熟悉 我们复习一下 在前面说过 表示大多数 咱们是不是在 那个不要伤害蜘蛛 那个时候也见过 可以表示 什么用百分比呀 用比例那个词 是不是也行啊 是不是可以用 constitute a high 或者a large proportion 或者percentage of the engineering staff 也行吧 前面形容词 可以用high和large 后面用比例 proportion 或者百分比 percentage 也可以表示大多数的意思 这是咱们写作可以替换 构成了什么大多数呢 engineering staff 工程继续人员的大多数 这个engineering 本来表示工程学 工程或者工程学 这些大学里很常见 像biological engineering 生物工程 这个software engineering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学 这是工程 那本文中这个staff呢 就是一个单位的全体员工 一般来说一个公司呢 这个staff都用单数 它一个公司是一群staff 但本文中很多公司 所以用附数staff 是这么一个 它是一群一群数的 然后呢 at many valley firm valley is short for silicon valley 就是硅谷了 这firm就是company 就是公司的意思 好 接着看后面进一步补充了 哪些这个东亚人呢 后面说了 你看 and chinese chinese korean filippino 就是中国人 在这些形容词了 它秀是engineering 然后呢 korean是韩国的 但有的时候呢 korean也能发生朝鲜的 但我们单独使用korean 一般是韩国的 作为名词 就是韩国人 一般我们出现korea 就把后面的字母 n去掉 korea 一般就是韩国 因为朝鲜呢 咱们一般用一个缩写 因为朝鲜的名字太长了 叫dprk 用这个缩写 我们看到dprk 指的是 这个北朝鲜 就是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这个名字太长了 咱们用dprk 单独出现korea 一般是韩国 就好了 这是韩国的 还有filippino 是菲律宾的 当然作为名词 同样也可指菲律宾人 作为形容词 这里是形容词菲律宾的 但注意菲律宾这个国家 拼写可不一样 菲律宾 它用附属 因为这个国家本身是个群岛 很多岛屿在一块 前面加定古词的 但是注意读成 打上来面 the Philippines the Philippines 这是指菲律宾 但这里这个ph 发这个声音 但是filippino 这是用f开头的 尽管发音都是f 但p写不一样 这个很容易错 还有呢 Indian 但是印度的 作为名词是印度人 或者印第安人都行 那么这些工程师 正在大批大批地 从加州的大学毕业 这个indos 我们在生死中讲过 Joe可以表示 驱赶之中的生口群 In Joe's 表示人群 大群大群地 如何如何 尤其象征着 是指的移动中的人群 大批大批的 我们看到 大学校门敞开之后 好像哎呀 让呼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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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来了涌出了 涌向了硅谷 这说明都是亚洲人 东亚人为主 那后面说 As the heads of the next generation startups This Asian innovators Can draw on customers Customers and languages to forward title links with crucial Pacific Rim markets 作为这些下一代的小公司的领袖 这个head 在这儿是某组织的领导人 不是脑袋呢 中文中也说 它是我们的头 头不就脑袋吗 它是我们的头 作为这些新一代的小公司的领袖 这些亚洲的innovator革新者 可以利用他们的风俗和他们语言 可以在中文加上一个的优势 利用他们的风俗语言这个优势 draw on就是为了某个目的 而使用应用某个东西 draw on something means to use something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为了某一个目的而使用某个东西 使用利用运用 这个代表咱们写作可以替换 我们看例子 it was a challenge but luckily we had an experience to draw on 这个东西是个挑战哦 是个挑战 但幸运的是 我们有一些经验 可供运用可供使用 draw on something 叫运用利用使用 为了某个目的而使用它 这个使用运用的表达非常丰富 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就是use 或者更文气一些 用它的名词结构 make use of 注意这个东西use 中间是use 这是名词了 make use of something也是使用 比use正式一些 有的时候呢 也可以用动词wild 这个更文言一些 我们再读一下 wild wild 他经常强调 手持某个东西并使用之 手里拿着一个工具 一个斧子 一把刀 等等等等 手持并使用之 当然使用也可以表示他的派生意也行 但本意是手里拿着并使用它 你看看一个例子 be able to wield both the pen and the sword 这什么意思呢 能够挥舞笔杆子 同时又能捂刀弄剑 这个sword叫剑的意思吗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人文武双拳 文武全材 这个笔和剑都是手中拿着的 这个使用用wild 特别贴切 特别贴切 注意剑不要读sword w是不发音的 读成sword 英文读成sword 这个人文武双全 使用也可以用exploit 这个词也讲 exploit这个词呢 如果宾语是人的话 可以表示剥削 剥削某人 这个到底第十一课 下一课咱们会碰到 但是如果宾语是事物的话 可以表示利用或者开发 尤其是天然的东西 自然资源 这种矿产资源 利用或开发 一般是指天然的某种资源 你看尤其是 exploit natural resources 叫做利用或者开发自然资源 这一般使用的是 天然的这个东西 来利用它 使用它 这是几个常见的使用 好 本文中说 这些亚洲的更新者 可以利用自己的风俗 和语言方面的优势 forge 我们说了有几个常见意思 第一个表示锻造或打铁 然后呢 表示建立某种关系联系联盟 还有就是伪造 在这里是建立某种关联嘛 它的并有可能跟link搭配嘛 与什么呢 crucial是至关重要的 与至关重要的太平洋沿岸的市场 建立这个重要的关系 对吧 就是美国呢 美国的这边太平洋的另外一边 就是亚洲中国这边 因为这些亚洲的革新者 没有封锁和语言上的隔阂 所以他们在美国那边跟亚洲做生意 就更加方便一些 就这个意思 这个rim是表示边缘的意思 它经常表示某个地区的边缘 我们经常说 你像Pacific Rim Markets 叫太平洋沿岸的市场 经常在天气报中说 Pacific Rim Weather 比如太平洋沿岸地区的这个天气 这个rim是边缘的意思 好 到后面举例子了 比方说吧 For instance Alex Au A Stanford PhD from Hong Kong has set up a Taiwan factory to challenge Japan's near lock on the membership market 他比方说 有一家Alex Au的人 同样后面加通过语 是什么呢 来自于香港的斯坦福的一位博士生 那么他就刚刚成立一个 在台湾这个地方 成立一个这个厂子工厂 来向日本对芯片市场的 几乎垄断地位提出挑战 这个PhD叫做博士生 这个写全了其实是哲学博士 PhD这两个缩写服务可以去掉 没有也行 写全了是Doctor of Philosophy 但后来也可以用它来泛指博士 就未必是哲学专业的 就是博士生 就PhD 那么这个来自于香港的 斯坦福毕业的一位博士生 怎么样呢 就是建立了 Setup是成立建立了 成立一个工厂 来去干嘛呢 Challenge是向什么提出挑战了 日本几乎对内存条市场 垄断的地位 这个lock 后面一般叫on 表示对什么什么的垄断 就像上了锁一样 对吧 我们看 A lock on something 它的英文解释就是 Complete control of something 对于什么什么的 完全的控制 就是对于什么什么的垄断吧 就是日本把内存条市场 几乎完全锁上了 不许他人进入了 其实就是垄断的意思 如果我们用更通俗的字来解释的话 是不是本句可以改成 To challenge Japan's near monopoly of the membership market 来挑战日本对内存条市场 近乎垄断的地位 垄断可以用这个词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Monopoly Monopoly 这个我们大家还能记得 M-O-N 或者M-O-N-O 都可以表示唯一的 就一个 单调的形容词 不是monotonous吗 星期一叫monday 都是表一就一个 这个P-O-L-Y Poly可以表示manage 就是经营管理的意思 我一个人经营 不许别人卖 这是垄断 当然有的时候 也可以表示 对某个东西商品的专卖权 也叫monopoly 在这可以看成垄断了 挑战日本对内存条市场 近乎垄断的这个地位 就这么一个 这是举了一个 这是香港人 然后呢又举了一个 印度人的例子 都是亚洲人 他说 India born And Madredi's tiny California company reopened an AT&T chip plant in Kansas City last spring with financing from the state of Missouri 就是印度出生的 And Madredi这个人呢 他的一个很小的 加州的这么一个公司 现在重新启用了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的一个芯片厂 在哪呢 在Kansas城的芯片厂 那么在去年的时候 就做了这个事了 并且呢 是得到了来自 密苏里州的 这个资助 这个reopen 这个词是重新启用的意思 原来开业 后来倒闭了 或者废弃了 现在重新启用 就reopen AT&T就是美国的电话电报公司 这个作为常识 咱们知道就行了 AT&T stands for American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著名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就是the largest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y in the United States based in New York City 就是美国最大的一个电信公司 在它的总部 就是在纽约市 这是AT&T 著名的美国的电话电报公司 Telecommunications 就是电信的意思 电信 好 那么在哪里呢 在Kansas City 在堪萨斯城的一家芯片厂 chip就是芯片的意思 那么plant 还是这个工厂 跟factory是同一词 这个Kansas City actually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Kansas cities in America 在美国有两个不同的堪萨斯城 有一个呢 在堪萨斯州 one in Kansas 你看这红颜色的闪烁的地方 就堪萨斯州 另外一个another Missouri 另外一个在密苏里州 你看旁边这个 这个地方 就让我们闪一下 绿色闪烁的地方 就Missouri 是密苏里州 本文中指的当然是 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 因为它不是来自 密苏里州 这个州政府的资助吗 这两个堪萨斯城 这是个背景 那么去年得到了 堪萨斯 密苏里州的 它的资助 资助 就是financing 有的时候 也可以用fending 这表示 当名词来用 表示对什么什么的资助 资助 一般是 就不要紧 你就还了 就把钱给你了 我们大声都讲 financing funding 而且资助也没有什么 特殊的条件 就把钱给你了 帮助你去发展 这个资助 如果用动词表示资助呢 就给一笔钱来资助它呢 动词就更多一些了 我们大声都讲 finance back fund subsidize 最后一个资助一面 subsidize 表示资助 你比如说 a charity financed 或者funded 或者backed by private donations 一个私人捐款 来资助的这么一家慈善机构 大家还记得 charity 两人说过 表示慈善机构是可数的 表示慈善事业是不可数的 在这加了个N 当然是慈善机构 再看subsidize 也行啊 government subsidized health service 一个由政府资助的 这是被政府资助的 用过去分词了 一个健康保健服务机构 是这么来说 这是资助 可以用它来说 但跟他容易搞混的 一个词叫赞助 叫sponsor sponsor这个词 做名词叫赞助商 做动词就是赞助 赞助是有条件的 你要给我做广告啊 我不能白给你钱呢 对吧 我可能赚得更多呢 大声都讲 sponsor sponsor 注意这叫赞助 你比如说 the team is sponsored by Pepsi Cola 这个球队 是由百事可乐公司 来赞助的 这个不是资助 是赞助 对吧 是这么来说 好 可以做个辩析 后面说 before it becomes 你的位置 这硅谷 这硅谷要是退休了呢 就硅谷被别人超越了 现在就不再引领潮流了 比如说硅谷 可能过了十年之后 就被北京中关村所代替了 这个也废不住 废不住 这么一个 这个 其实言下之意就是 before it no longer takes the lead in computer industry 在他不再在计算机工业 引领潮流 这个之前 这个take the lead 在我们这个 新干界三册25课 卡蒂萨克号讲过 take the lead 叫占据的领先的地位 它一般是表示 在比赛之中 跑到前面去了 占据领先地位 take the lead 在这呢 就是硅谷 不再引领潮流之前 怎么样呢 这个silicon valley may prove a classroom prove 咱们三册第一课就讲过 翻译成 被证明式 尽管是主动 但表达被动的含义 叫prove 有的时候后面可以加to be prove to be 但to be不加也行 注意系动词 不用被动 直接翻译成被证明式 是什么呢 后面又在本文中 用名词做表语了 被证明是一间教室 教室就你能学很多东西呗 for building a global business global是世界性的business 在这 翻译成公司 如果要建立一个 世界性的大公司的话 那么你在硅谷 会学到很多很多的 言下之意就 you learn a lot from Silicon Valley if you want to build a global business 如果你要打造一家 世界性的大公司 那么你将从硅谷学到很多 这就像教室一样 会教你很多这方面的知识 因为很多大公司 就是从硅谷起步的 对吧 另外注意business这个词 是多一词 但它如果表示商业 是不可数的 不可数名词 它表示事情 一般来说也是不可数的 对吧 另外它表示生意买卖 一般来说也是不可数的 但是它表示公司是可数的 前面有一个 这是世界性的大公司 大家还记得吗 二侧第一课讲 不管你的事 表示事情不可数 叫做 none of your business 对吧 做生意叫do business 做了很多生意 he has done a lot of business 也是不可数的 但business表示公司 是可数的 这个知识 在三册第七可 咱们也讲过 这个不要把它翻译成商业 我们看看这个译文 是不是翻译错了 这个你看61页上面 译文最下面一行 它说在中文译文 它可能成为建立 全球商业的一个教学场地 这是胡说八道 不是建立全球商业 这个不同顺 如果你要成立一家 世界性的大公司 那么你将从硅谷 学到很多 因为像微软 这种世界性的 著名的大公司 就是从硅谷 慢慢成长起来的 所以呢 这个 这个中文译文 错误不少 尤其第十课 的错误的比较频繁 这是看到 万言社出版的书 有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笔物 或者一些编辑上的错误 这是当年的胡适先生 就教导我们 胡适当时去美国 读书他的导师 就是近代的大教育家 大哲学家 约翰杜威 名师出高图 胡适先生说 做人要在 有仪之处不仪 做学问 要在不仪之处有仪 做人 我们交朋友 本来要怀疑 我不怀疑你 我充分相信你 这才是好朋友 做学问 要在不仪之处有仪 教科书说的一定对吗 不一定 老师讲的一定正确吗 不一定 要独立思考一下 否则的话 人类怎么进步吗 包括李老师说的 尽管我努力要做到 每一几个字 都说的正确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咱们学过 Alexander Pope说 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the vine 凡人多喘悟 为神能见忧 我们要有一个质疑精神 包括这本书 你看 这个中文译文 错误就很多 好 但是我们以后 做学问 特别是在做翻译 在用英语写作时 一定要注意 要谨慎 好 这个第十课硅谷 也是一个重要文章 希望大家 把老师讲的知识 仔细复习 关键性的一些搭配和剧情 希望大家牢牢的 把他背诵下来 不用背课文 把重点搭配 记住就好了 好 第十课跟老师 就学到这里 谢谢亲爱的同学们